太陽朝刺眼民眾走在路上 真的好熱 不是撐陽傘 就是用手遮陽 全台有如烤番薯 而十二號高溫氣象局預測 雙北宜蘭花 連縱谷都是三十八度以上 西半部恐怕也會有三十六度 氣象專家賈欣欣就預測 大臺北地區這波高溫 在七月二十四日會超過三十九點三度 看看歷史記錄 恐怕會來到歷史次高 另外還有專家預測 雙北的體感溫度 恐怕達四十二度 甚至可能更高 這波高溫將會持續到下週一 各地有機會挑戰最高溫記錄 等到下週二 下週三 高壓北移才有機會出現 午後雷震與溫度為降 面對這幾天的高溫 氣象專家吳德榮表示 雖不符合世界氣象組織的熱浪規範 但帶來的傷害威脅 可稱為淚熱浪 這番言論引起氣象達人 彭氣明反駁 不要創造名詞 近期天氣炎熱民眾外出活動 記得注意防曬補充水分 避免中暑 這黃明君兩海搖揚 宗豔台北報的 這罐頂級海皇SO醬 哇 鮑魚耶 不只鮑魚喔 它還有干貝石斑魚 獨家的配方 而且你知道嗎 這些東西它配飯 配麵 甚至於露菜都很合適 歡迎大家可以去我們的 快點購網站來看 裡面還有優惠的活動